这个木头可不是一般人 他生出木头一样的木头 直接把两人吓出了你的第五个表情 奇怪的是 这个木头还会走路 并且从嘴里爬出一个虫子 可木头人丝毫没有感觉 黑人小白示意他嘴边有虫子 结果刚说完 虫子在木头上爬来爬去 直到爬进耳朵里消失不见 另一个女人吓得赶紧跑 可是为时已晚 虫子挡住了她的去路 女人一狠心 一脚把虫子踩在脚底 还开心的说 他不知道 这个动作将让他直接去球 接着虫子从她脚上爬进裤子里 一瞬间 虫子瞬间爬满了全身 女人当场去球 而木头人身上闪了两下光 把虫子的能量都吸收了 下一秒 木头人把目光转向小白 小白吓得赶紧往后退 就在两天前 小白和一群没钱的同学 想合租这间大别野 非洲的同学从没住过有厕所的房子 建议大家立马住下 可连一个屁都要掰开我们的穷学生 根本没钱租别野 最终他们只能放弃 而80岁的年轻房东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保证每天都住在这里 就给他们的房租打一折 于是大家想都没想 立马签了合同 这正中了房东的阴谋 到了晚上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大庄不开灯在房间里逛 打开灯才发现 整个房间没有一盏灯 接着他打开MP3 播放一首恐怖音乐 这作死的样子是真作死 突然下一秒 大庄一声惨叫 尹恨去了西北 结果第二天 小白去屋子里找大庄 连续敲了一分六十秒的门 屋里一直没有回应 小白打开门后 看见了可怕的一幕 一个像木头一样的木头人 出现在别墅里 到了晚上 别墅里就发生了诡异的事 一个男人被困在木墙里去球了 这把小黑脸都下白了 就像你手机里第六个表情 两人用膀胱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同学大庄吗 就在两人准备去报警时 大庄砸了两下眼睛 我的天哪 大庄居然还没死 他眨了眨眼睛请求帮助 还没等两人问清 大庄被困的原因时 房东老头淡定的走了过来 他对两个人说 只需要看了视频 点赞加关注 你们的朋友就能获救 而小白根本不在意 于是房东慢慢的 抬起唱片机 音乐立马停止 接着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只见大庄的身体慢慢消失 和墙壁融为一体 随后 房东摸了摸木制的肛门 对两个人说 两人吓得马上跑了出去 而福伯勒博士早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刚来到别墅时 就发现没有风 树叶却在摇摆 房东也很奇怪 小帅问能不能到阁楼去玩 看到这里 博士意识到了危险 于是便让小白偷偷去楼上看看 结果就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 而房东也马上封锁了房子 谁也出不去 就在危机关头 肥胖的小美从窗户缝里钻了出去 博士马上阻止她 可是为时已晚 出去后的小美 想掏出电话报警 可往后一退 撞到了一棵大树 紧接着 我是觉得 这间房子的木头很有灵性 好像被谁控制的一样 我是用力的轻轻一按 从木板的缝里面 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蟑螂 铜子的木板里 钻出一只小小的蟑螂 这把年轻人吓坏了 他想抓住好好研究 可蟑螂用闪电般的龟宿消失了 紧接着 从木制的钢门里 钻出无数只大大的小蟑螂 而蟑螂也不是非要伤害他们 只要是看了视频 点赞加关注 就会得到评论区狗头的保护 两人赶紧找出口 可找遍了全屋 愣是没有发现一个出口 眼看蟑螂群越来越近 危急关头 博士发现了对面开门的电梯 于是 两人马上跑了过去 然后按下电梯开关 两年后 电梯停在了地下室 而博士也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箱子里塞满了低价的租房合同 租客亲一设都是年轻人 而合同上却没有解约日期 看来房东一直在利用低价合同 吸引租客来租房子 然后把人全位给蟑螂 突然 门外发出了房东的脚步声 眼看博士发现了秘密 房东也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出去 于是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原来 房东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病 而这些外星蟑螂 却离奇的治好了他的病 但是喂养虫子需要以人为食 所以房东才不停的招租客 见到这里 小帅吓得马上逃跑 结果突然被楼梯抱住脚 虫子瞬间把小帅吞噬 就在房东准备对博士下手时 博士告诉他 我可以救好你女儿 而且不用依靠虫子 房东只好相信了他 把他带到楼上见女儿 房东说 女儿是30岁得的病 现在已经70岁了 见到这里 博士又发现了今天大秘密 如果女儿是70岁 那么房东肯定90岁以上 而现在的房东显然很年轻 所以博士推断 房东并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他的儿子 而素人也得知儿子为了自己 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一时间接受不了事实 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可房东仍然执迷不悟 他还想把其他人一起杀掉 来供养母亲 看着如此执着的儿子 只见母亲一把拉住他的手 紧紧拥抱在一起 然后命令虫子 把两人完全吞噬 之前被虫子吞噬的人 也被救了出来 一行人马上逃出了别墅 好了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下一集更精彩